由林管处和花莲县秀林乡 木骨木鱼护西产业保养协会 以及花莲县多蒙园协进会劳动部人力协会 共同举办的传承太鲁阁族传统文化 记忆学习社区人才培训课程 特别结合了部落资源猎人团及其老们 一起要传承部落的文化 这些资源猎人团 几位花莲县秀林乡同委会咨询国员团员们 重聘担任这些课程的讲师团 前往同盟国小教学 同盟国在校长张正德及师生们 也全力支持与配合 以不影响学校客户 安排在层间以及课程之间活动时间 进行体验临活动 秀林乡同委会资深咨询委员许盛雄表示 现在部落族人年轻人因为工作环境较少接触 而少有机会散伤 也无法有这样的机会传承三种技能 这次感谢木骨木鱼协会规划 有这样意义的课程 让学生们在学习太鲁格族生活 以及智慧和文化 尤其在山林中及祖先特有的生活方式 只要有弹劲的 你不要找那个会断的 会断的那个 你还没有拉它断了那就没有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 Bling 这个所谓的Bling就是 要靠它的力量去撑这个绳子 所以平常我们都叫Bling 放下来 这个不是这里哦 最偏这个部分 好了 好现在鸟要来啦 不管是鸟 赤只脚的都可以 它是 它只会往前往后嘛 对不对 换来现在学文乡同源会会长 学学妹表示 透过这次研习课程 部落居民增进社区自然环境 以及生态部落的认识 了解习识族人们居住在山区 因为地势选均而交通普遍 形成特有的生活习惯 族人擅长观察自然生态 会利用周遭的动植物资源生存 都是来自于山林智慧与技术的结晶 为传承猎人生活技能以及人才培训 并且永续社区自然资源传承传统技能 木骨木鱼户系产业发展期会表示 社区在推展部落文化体验营 除了探索木骨木鱼生活体验 也有设计小小的猎人体验营活动 户外环境自然与淳朴 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学习户外技能之外 并且学习如何尊重 以及爱护自己的文化以及自然生态 记得久不见 学习户外道